你好 歡迎收看10月9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國慶連續假期第一天 蘇花公路南下交通狀況 根據新城分局長林玉旺表示 在連假第一天雖然沒有出現大量車流 不過已經有1萬多輛車流進入花蓮陷阱 請民眾可以多注意交通狀況 避免擁似的路段才可以過一個愉快的假期 國慶連續假期首日 公路局預估蘇花公路廊道上午5點 將湧現南下車潮 每小時的交通量約1000至1100輛 南下宜蘭往花蓮方向的車流量 大約有7200多輛 北上花蓮往宜蘭的方向為923輛 以估今天蘇花廊道南下車流 將會有9000輛的車潮 10月9日台九縣南下車流約1萬7000輛 10月11日北板車流約1萬6000輛 統計10月8時8時以後 至今天早上10時台九縣南下車流 為10175輛 目前本分於轄區熱路段行車順暢 有關連假期間管制措施 行車安全距離 建物有超速 並排及行駛路肩 任意變換車道是違規行為 以保障自身及其他用路人行車安全 截至上午10點 蘇花公路廊道累積的交通量 已是去年國慶日同時期 約增加9.6% 有多處路段車速緩慢 也建議前往花蓮方向的用路人 行駛蘇花改路段時 節省旅行時的時間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報導